哈喽,大家好,今天是2023年1月31号,日本时间晚上11点25,北京时间晚上10点25,一月份过去了,我们又迎来了明天二月份,这个2023年的12分之一已经过去了。 近两年很多人在日本购买房制业什么的,但是我不知道欧美的这个房地产业是怎么样的,在中国这个房地产中介骗子蛮多的,在日本骗子也很多,而且很多跟这个黑社会都是混在一起的,这个买卖房屋里面的水很深很深,而且比中国还要深。 日本有一种骗子叫地面师,地面师是什么呢,就是说这一个团伙啊,他们连这个卖主啊,然后律师啊,什么不动产中介啊,税理士啊什么的,这所有扮演的人物都有,弄成一个团队,而且这个律师啊什么的都是专业, 然后他就假装是卖主,然后就说就是私自的去卖别人的地,卖别人的物业,有的时候还真能卖,因为有很多地吧,就是说这个卖主死了,或者是孩子在很远没有注意,不小心就卖了,等你知道了也是恍然大悟,他就是骗了,你再追也追不回来。 然后如果被这个业主发现了,那么买主就很有可能就这个白花钱,就即使你知道诈骗,警察去追他们也就逃到海外,逃到菲律宾啊什么的,菲律宾有很,这个东南亚有很多日本片子啊, 什么泰国呀,菲律宾啊什么的,都是在日本欠账啊,或者犯了什么事儿什么的,就跑到东南亚,很多很多的。 比如说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事儿,就是在东京都内,有一个很大的一片酒店, 关于这个,就竟然骗走了这个日本地产,很大的地产公司,这个积水house,大家,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积水house,在日本也是一个很大的企业了, 其实日本这些企业相当于中国大国企吧,虽然是私有企业,也是很大,竟然被一帮骗的给骗走了63个亿啊, 嗯,这片房子就是东京的黄金地段啊,嗯,是木黑河湖畔,在这个河畔有一片特别老特别老的老宅子,很老,嗯,很多人都想, 就是说把这个如果扒了,盖一个高层的话,怎么也得上,就是说这个一套房子也得好几个亿,很多人都想买这块地, 然后这个就是叫海景滚,嗯,海喜滚,它这个已经三代了,是一个老,老旅滚,然后也是,这个很多骗子也都想,嗯,沾这块地,这个, 然后它也还有一个更想亮的名字,叫怪奇滚,因为这个怪奇在日语里和海喜是同一个因,嗯,虽然这个房子已经陈旧不堪了, 就是说也不知道有没有人营业,但是这个女老板,嗯,实际上还是在营业,非常,很旧了啊,这个, 而且它这这块地占地600平啊,2000平平米啊,那么,嗯,而且它这个产权登记非常清白, 也没有抵押呀,没有借贷呀,什么的,很清白,就这一家人家三代一直传下来,三代传呢, 你这可真是一块很大的,成中国讲话,钉子户,大户的,就是说从,这个战后, 他就一直没有,这个,无论这房子多么老朽,战后他就没有变这这一块啊, 很多人就盯着这这块, 然后他这个老板就说这是组业,我也没打算卖,然后,嗯,他还留着厨师服务员在旅馆, 虽然不赚钱,但是也不差钱,而且还在营业着,还真有人到里面去住一下, 因为他毕竟是东京都,都内呀,虽然很老,很老,跟个鬼宅似的, 毕竟那是东京都内,而且给他整理干净的话,还行, 其实日本现在很多那个旅游圣地呀,郊区啊,什么的, 很多老的这个,嗯,温泉酒店什么的, 呃,一时他们都经营很成困难的,哎,就是中国从2014年,2015年, 很多中国人来旅游,可日,可救了日本这个旅游业, 温泉旅馆业,日本很多这个温泉旅馆业, 酒店尤其偏僻的地方,根本就没有人要, 这个住房啊什么的,除非你是这个繁华的地方啊, 偏僻的地方,真的就没有人要, 但是前几年很多华人就有点这个人心不古, 蛇吞象吧,就是说,嗯,贷款贷款再贷款, 然后买了很多酒店,温泉,旅馆,什么的, 现在都蛇在手里了,我不知道他们, 反正我认识一个当年所谓的说华人首富一个老头, 买了很多很多酒店,而我现在看他满头发非常苍老, 我估计他得愁死,虽然日本政府有这个补贴, 但是没有人注你这个补贴, 你也不行吧,你要是小产业,你骗一骗, 就骗你也不能骗,抓住这是大事情, 我不知道那老头怎么筹这么多贷款, 当然这个,他申请破产, 银行估计也不让他申请破产吧, 反正债多了不筹吧,就这样吧, 不过可能会给子女啊什么的留下很多债务吧, 这个真是挺麻烦的, 然后呢,咱们再回到说这个海锡馆这个事儿, 2017年忽然这个就是有一帮叫地面师这个骗子, 他们就说声称这个海锡馆要卖了, 然后很多呢,这个房产公司并不敢碰, 因为不知道怎么回事儿, 因为这个经常被地面师嘛, 就是说被骗子盯上, 可是这个积水house, 哎,他才大气出觉得是大企业, 无所谓的, 然后这帮骗子还找了一个女骗子, 就冒充这个女老板, 还伪造了一堆假身份证件, 反正在日本我跟你讲, 越是大企业, 有的时候为了业绩和国内一样, 他就无所谓, 反正也是公家的钱都无所谓, 我觉得他可能受骗无所谓, 里面肯定有人在里面拿了回扣什么的, 我跟你讲这个骗子也就是骗了大家的责任, 我估计也没事儿, 你要自己的企业这个大家都小心, 日本很多这个越大的企业这种事情越多, 有的时候比如说他们在中国国内开的企业, 有很多问题啊什么的, 但是就是没事儿, 中间代理人呢, 这个中介经济不动产公司, 或者司法书是律师的, 很多都轮番登场, 然后这个, 这帮骗子就说这个价值100亿日元的地皮, 比如说70亿就能拿下来, 然后这个金水haus就心急呀, 赶快又订了63亿的定金, 好家伙, 70亿马上就订了这个63亿定金, 他们就想呢, 买下来之后肯定能赚30亿, 如果这个海锡馆反悔, 还能归还这个定金的双倍, 所以他就交的定金交的多, 你知道吗, 他觉得还能挣回来, 然后这个资料什么的, 全都是伪造的, 就觉得他们十拿九稳的话, 人家这个海锡馆的继承人, 人家正式登记了, 这个事情还真是挺危险的, 因为这个老太太吧, 她已经过世了, 过世了15年才去, 她继承人才做这个产权变更, 因为这个她的后代什么的, 没有着急去做这个产权变更, 所以人们都以为这个女老板还活着, 其实都已经死了, 然后这俩继承人还真的就赶紧去办了登记手续, 这个事情真是挺危险的, 她如果没办这个登记手续, 这个房子还真卖成了, 因为这个女老板死了嘛, 那就是真的追不回来了, 这个房子一到了鸡水耗子手里的话, 那你追是追不回来了, 这个其实在日本也是追不回来, 然后登记了之后, 这个房子被虚化城买下来了, 所以日本这个最大的这个房地产开发虚化城, 还有这个鸡水耗子都是挺大的, 他们做一些球盟住宅什么的, 然后这块地就要建高层公寓了, 反正现在日本哪儿地就建高层, 尤其这个东京啊什么的, 好的地方, 这个两百多户啊, 贵的一户就三亿啊, 那你想两百多户能多少钱呢, 就贵的一户三亿, 就算普通户在东京, 现在都能卖个一亿, 就可多少钱, 二百多亿啊, 你想一百个亿拿下来的地, 就算一百个亿拿下来的地, 至少能卖到二百多亿啊, 能挣很多钱, 虽然有些手工费啊, 各种材料费, 那都很少, 能挣很多钱, 然后这几个骗子就跑了, 跑到菲律宾去了, 所以追也是追不回来, 然后其实吧, 在当时据说人家这个还洗滚, 还多次跟这个鸡水耗子, 说他们这帮都是骗子, 我们才是真正的房主, 有人劝阻他, 但这个鸡水耗子就是不听, 他们事后跟媒体又说, 觉得是有人在里面捣乱, 我觉得这个事里面是有内鬼, 在里面里应外合的, 反正是工业的钱, 丢了也就丢了, 所以这个日本也是有很多这个官僚啊什么的, 跟中国也差不多, 有的时候甚至比中国这个问题还大, 好的, 今天就到这里,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, 请评论点赞并加关注, 我们下次再见, ,